おはこんばんは ヒロトです ヒロトの入文教室 始めよう 大家記得我們之前有聊過一些 關於去旅遊的字文 對 那我們那時候是講一些關於 就是點東西 買東西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想要跟人家交流的話 對 今天要講的是 我們要問可以嗎 可以嗎 大丈夫吧 大丈夫 這是日本人愛用的 沒問題 意義 意義也是可以嗎 可以的一次活用 對 要講去日本的時候 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有想嗎 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拍照 或者是借用東西的時候 就比較需要又跟 其他日本人有一些交流 對 要問他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嗎 對 如果要可以拍照嗎的話 那怎麼辦 可以用 いいですか 這個就是 日本的いいですか 這個就是可以嗎 的意思 可以嗎 所以我覺得實際很好用的 就是 但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情況 可能像是 呃 我們在這邊 想要拍照的時候 對 對 然後要問他 這個地方是可以拍照的地方 那 那問他 すみません い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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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ですよ はい じゃあ せーの 那如果說 就是想要跟對方一起照相呢 那比如說看到 欸 帥不帥 我想要跟他一起拍照 那好嗎 すみません 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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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にい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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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緒にいい 這個單字表達 一起的意思 一緒に 一緒に 所以 一起拍照可以嗎 那說 一緒にいいですか 一緒にいいですか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いいですか いいですよ はい せーの 好 好 先塞給對方 い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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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みません いいですか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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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ーズ いいですか 大概的 可以嗎 的時候 都可以用 如果說是 想要借用東西的時候 然後 在飯店裡面 或是 想要借用一下這個物品 有沒有 這時候其實可以用 これ それ あれ 這個單字 これ それ あれ これ いいですか 那是 這個 可以用嗎 すみません それ それ いいですか それ 就是 這東西 離對方比較近一點 離我們比較遠的 それ 那個東西 可以借給我用嗎 就這個意思 あれ 是再遠一點的東西 すみません あれ あれ いいですか あれいいですか 太遠了 これ それ あれ 跟這三個單字 一起用 那可以問他 有更多用 對 可以借用嗎 這多用 還 我們去買東西 想要刷卡的話 對 刷卡的時候 我覺得最好的是 問他 刷卡 沒問題嗎 這時候就比較不適合 用 いいですか 大家可以用 大丈夫ですか 對 大丈夫 就是 表達 沒問題的意思 那就 大丈夫ですか 對 我們就可以拿出我們的 卡片 沒有卡片 請幫我們聽一下 卡片 然後說 これ 大丈夫ですか 大丈夫ですか 這樣的話 其實日本人的店員 應該懂 事情的意思 大不了你再說卡 直接說卡 也可以 因為卡 你知道英文卡 有沒有 卡片 可以嗎 今天我們介紹的是 有很多 問他 可不可以的 這個事情 沒問題 這樣就 大家學起來了嗎 去日本旅遊的時候 可以用 はい 大丈夫です 那今天教了大家學起來了嗎 我們之前教的一些關於旅遊的用語用事啊 那在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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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可能出現連結 忘記的話 別忘了趕快去補錄影帶啊 那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趕快按下喜歡 以及留言告訴我們你們想要學什麼 還有趕快到粉絲專頁按讚啦 那我們大家下一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又多先下去旅遊了 再見 欸